有醫師團隊在我這個病情裏幫我一起打這個醫生 在去年2020年10月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例行的身體檢查 發現了我下腹左邊有一個腫瘤的東西 醫生說那個位置有機會估計 純粹看超聲波的估計 可能是一個血管腫瘤 那個過程中感受到很大壓力 保險員跟我說 你買那份保險是有一個服務包了 是一個醫療團隊 Medix 我跟員員說沒問題 我可以分享一些資訊給他 初次接觸馮先生的時候 就知道他在一次身體檢查中 發現到盆腔有一顆4cm大的瘤 馮先生希望了解清楚自己的病情之餘 亦都想尋求一個最適合他的治療方法 我們掃集了他的資料之後 就跟海外專科的顧問都討論過 其實是需要進一步安排做一些新的檢查 去決定他腫瘤的特質是甚麼 接觸到Medix之後 他再建議我再做幾個測試 一個是MRI 一個是PAT CT scan 最後再做完測試後 估計應該是一個孤獨性的肌肉腫瘤 變成風險上低很多 馮先生在過程中都很配合 以及很信賴我們 很快就安排了相關檢查 之後海外專家覆查員影像 就認為很大機會是單發性的纖維瘤 在整個過程中有一點坐過山車的感覺 當時的過程比較擔心 不知道找甚麼醫生去做 亦都沒有這方面的訊息 就很徬徨 當時Medix會跟我說 說回情況 如果沒有Medix這個服務 可能找到另一個醫生 便會做這個手術 但是Medix再告訴我 有甚麼情況 再做了幾個測試 做了幾個化驗 了解病況是怎樣 才決定做甚麼手術 做甚麼治療 都會建議他用手術的方式 將這個腫瘤切除 重點是技術上 需要將整個腫瘤完整地切除 我們就去香港 幫他轉介了 找回一個資深的外科醫生 他都很快做了這個手術 做完手術 發現出來 很幸運都是良性的 所以接下來 都會繼續去做一個定期的檢查 最後馮先生 都很感謝我們Medix的醫療團隊 就著他的情況提供專業的意見和分析 病人的感覺就是 你有一個團隊支持你 你有甚麼問題可以問 其實對於病人來說 是消除了我的顧慮 總之很方便 有問題可以打給陳姑娘 接著約Dr.Wen 去再談一談情況 Medix那邊也很貼心 他們都會定期打電話我 即使我做完手術後 一個月後都會叫我去做檢查 問我身體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在這裡 是很感謝Medix的醫療團隊 特別感謝Dr.Wen 和陳姑娘 他們很貼的 和很專業的服務